我今天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超爱的这个MAC的眼影盘 很多人常常在我的影片里面会看到我常常用它来画我的眼妆 因为它是我最爱用的一盘 我当初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想买Made.Geek的眼影 因为它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然后评价很好的眼影 但是因为它配的眼影盘我觉得不好看 然后我就发现MAC它的眼影盘跟它的那个size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眼影可以放在MAC的盘子里 这是他们第二代的眼影盘 第一代是全黑的然后这是新版的 我很喜欢它这个有透明的然后喜利哥他们的logo在这里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质感而且你在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从外面就可以看到这些颜色 我买的这个是15色的 它还有两个两个妆的或是四色妆的 然后但是这个好像台湾没有卖 只有国外参买得到 我这里面有一些颜色是MAC的 有一些是MegaGeek的 他们都可以单买所以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你可以随意去搭配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你的眼影盘就是绝对都是你喜欢的颜色 因为每个颜色都是你自己选的 我这里面有七个是珠光色 有八个是雾面的 这八个是雾面 边边这些是珠光的 我今天的妆就是用这个眼影盘画的 有用了这一些颜色 那我等一下就来切勺给大家 第一个颜色是这个 它是MegaGeek的香槟金色 这个颜色超级显色 你看我轻轻一画 我的手上就是全部都是沾满了这个颜色 它的粉非常的细 不是像一般那种珠光还有的亮粉很大 但是其实没有很显色 但是它这个非常的饱和 所以我觉得超美 我来画在手上给大家看 你看它轻轻一画 颜色就出来超级美 尤其在阳光照之下 它的颜色就很漂亮 这就是我今天画在我眼皮中间的颜色 第二个这个颜色是MAC的 它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裸色系 我记得那时候我有问MAC店员啦 他说他们都喜欢拿这个颜色 当做烟熏妆暈染开来的颜色 就像有时候烟熏妆的界线很明显啦 我会拿一支散粉刷 沾这个颜色稍微把界线暈开 就会暈得很漂亮 第三个颜色也是MAC家非常热卖的颜色 它是一个偏紫的裸色 然后它们两个是非常相似的 都可以拿来当做暈染的颜色 如果想要化淡妆的话 它也可以当做打底的颜色 有时候淡上它们就已经非常的美 第四个颜色是MAKE OUT GEEK的 它是一个比较亮 然后有一点偏橘的暖色系 我很喜欢暖色系的眼影 第五个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它是一个很美很美的金色 我今天有用在下眼影当做打亮眼头的颜色 轻轻一画就很金 上在手上给大家看 轻轻一画我才画一下 就已经这么金了 很美很美 好美的 而且MAKE OUT GEEK的眼影啊 很便宜 这颜色很特别 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紫灰色 然后这也是MAKE非常热麦的一个颜色 你看它 插起来有一种金属感 然后又有带一点紫粉 非常的美 因为这个紫灰色很漂亮 我有时候拿来把它配黑色的烟熏妆啊 或是粉色的 都很适合 秋年是市面上非常少见到这种颜色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再来是MAKE OUT GEEK的一个 也是一样很特别的珠光 它呢 带一点橘 又带一点咖啡 我很喜欢在夏天擦它 因为看起来会非常有活力 再来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它 它是MAKE OUT GEEK他们家 非常非常热麦的一个颜色 大概是最热麦的前三名之一 它叫做Bitten 为什么它很特别是因为 它是一个很雾面很饱和的紫咖啡 你看起来它像是 紫色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擦起来偏红 还有一点咖啡在里面 我来擦给大家看 你看它的紫色是很暖色系的感觉 因为它带一点咖啡色的感觉在里面 你看它的紫色其实是带一点咖啡红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像一般很多女生怕 很多紫色眼影看起来很紫很紫 会擦起来非常的花非常的可怕 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很适合刚挑战紫色眼影的女生 再来它的下一个颜色就非常的紫了 你看跟这个紫比起来 它相较之下就比较偏咖啡 像这种就是真的是比较紫色 那因为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化紫色的妆 尤其是在秋冬的时候 我常常会搭配它有两个在一起 一点点紫色然后再用这个颜色晕开 就会很漂亮 再来是第二排最后一个这个颜色 它跟我的指甲有蛮像的 它是一个带金色珠光的深咖啡 也是一个很特别就是市面上蛮难找到的颜色 非常的美它们的光泽都很美 这个颜色很适合像我一样 喜欢一点亮亮的烟熏妆的女生 有时候霧面有时候你擦得有点腻的时候 只要在上面搭一点这种颜色 你的整个烟熏妆就会变得很漂亮 超美的这个颜色 我很喜欢 再来是第三排 第三排最角落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银色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光泽 很有太空的感觉 再来是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打底色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棕色 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 我觉得它非常的实用 有时候急着出门就直接插上这个颜色 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算是领导盘里面我最喜欢的前三名之一 它也是Megakig他们家 最热卖的颜色 就是这个 它名字叫做Coco Bear 就是可可熊 看着它就想到热可可巧克力的感觉 它的评价非常好 就是因为它的咖啡色是带有红棕的感觉 你看它就觉得很像巧克力 非常的好吃 你看它咖啡不像一般的咖啡色 它还带一点红棕在里面 擦在眼睛上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我今天画在眼角的这个颜色 很美丽的红咖啡 再来倒数第二个 是一个很雾面的深咖啡色 这个颜色也是烟熏妆很常用到的颜色 有时候我会在眼尾稍微晕一下它 就会很漂亮 最后一个颜色 它其实看起来跟这个银色有点像 但是它比较深 然后它其实是偏暖色系的灰 它虽然是灰色 但是它有比一般的灰色多带一种柔和感 然后也没有像这个颜色 这么的冷色系 所以一般像我 比较喜欢暖色系的人 就会觉得这个灰色非常的特别 好啦全部的颜色都在这里了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这一盘里面有三个颜色 我都很喜欢 真的蛮难选的 但是如果要说 我最喜欢又最常用的话 就是这个香槟精 你看它都凹下去了 就代表我有多常用 因为它真的是很实用 它不只是颜色很漂亮 但是它又有很多用途 像是现在大家很喜欢 把这种香槟精拿来打亮眼头 或是像我喜欢点在眼皮正中央 或者是你要跟其他颜色混在一起 都是很好搭 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个Coco Bear 很漂亮的可可咖啡色 因为大地色永远都是最基本 最好搭的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咖啡还更特别 带一点红棕在里面 每次擦这个人家都问我说 你的眼影在哪里很漂亮 就是这个颜色 mega gig的 第三个最喜欢的是 这个 Beaten 因为这个也是很少见的紫咖啡 像柔化紫色的烟熏妆 我就会拿它来搭这个颜色 当做打底 还有搭这个珠光打亮 这三个搭在一起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紫色系烟熏妆 好那今天我的Mac眼影盘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虽然台湾它买不到 但是你如果上网搜寻 网络上都有在卖 尤其Mega Gig他们的眼影 是可以寄到全球的 那如果还想看什么影片 或是什么教学什么分享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说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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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